桃花园桃艺展主题系列今天要介绍 华东纵谷的桃艺家林峰西 和排湾族的桃艺家辽光亮的主题区 热爱大自然的林峰西把作品和自然相契合 搭配造景布置让展区呈现自然的生命力 辽光亮则是把排湾族图腾文化融入桃作品当中 透过柴烧让排湾族的桃作品呈现更高的境界 桃花园桃艺展主题系列今天要介绍 花东纵谷桃艺家林峰西和排湾族桃艺家 辽光亮的主题区 热爱大自然的林峰西把作品和自然界相契合 搭配造景布置让展区呈现了自然生命力 主题是森林的森 就是以前我住台中西部平原 然后喜欢花莲的大山大海 就是希望我跟作品跟自然界能够比较契合 我希望我的作品带有自然的气息 因为整个展场我的作品最小见 那我就想说 我不动点脑筋 我的作品可能会被空间吃掉 那我就把作品压低 让它有一点俯视的感觉 让人家从高处往下看 那也能够平视跟有点高低去错落 然后想说 这样的空间还是会太空 所以我就在我家附近 砍了几个芦苇 那穿材让它上面有一些亮感 跟自然也有一点呼应 桃艺家辽光亮则是把排湾族图腾文化 融入在桃作品当中 透过柴烧 让排湾族的桃壶呈现了更高境界 最主要我的创作的一些文化的元素 都是以排湾族为主 所以我很多的除了技法上的表现 或是专事上的表现 都是以排湾族的概念为主 比方说像这个 这些都是以单纯的是 单纯的是跟大家一样的 是手拉胚的 但是我里面的图腾的表现 是排湾族的 然后我用柴烧把它烧起来 对 这些作品都是柴烧烧的 那这个 在这个地方 最主要是用排湾族的传统的桃壶呈现 然后呢 这个就是排湾族的传统桃壶 然后呢 大概没有人跟我一样 就是把排湾族的桃壶拿来柴烧 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 所以我这些作品 除了文化的内涵 然后技法上 烧咬上 希望说把排湾族的桃艺 提升到一般可以接受的水准 然后呢 能够被一些常家收藏 桃花园桃一大展 即日起到2月27号 在文创园区第六栋展出 有十位花东地区优秀桃一家 和东华大学艺创系的师生 带来数百件精彩桃一作品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前往餐馆欣赏 借旅会欢迎市报导